一 二 三 我喜欢古汉字 请跟我一起走进书的世界吧 确实太厉害了 文能英识分解 武能养活起作 文能够读书写传 武能够拔河夺冠 看了他们的时候 我觉得真是春风十里 孤入读你 你读懂这些孩子 读懂他们推荐的书 获益推浅 你没有发现老师身上没有标牌 把你们每个人送一个吧 怎么样 不吃完脸 这一季 我们在全国34个省市自治区 寻找最爱读书的中国少年 现在他们中的49位脱颜而出 来到中央电视台 站到了我们面前 他们中的谁 最终能问鼎年度总冠军 成为新的新少年阅读偶像 世界在课外 我们共精彩 阅读是发自内心的快乐源泉 快乐阅读 我们分享 少年是铁树是钢 读书少年是特别的高 用阅读震撼你的视听 七彩珍惜快乐 从他们身上 能深深地感受到 阅读的力量 在接下来的一周里 七位中央电视台主持人 每人带领七位同书少年 通过团队活动和现场演讲 共同相处完成任务 投票选出艺人 代表这个团队 冲击我的一本科百书 年度总冠军 我的一本科百书 我们总山宇 小葡萨也打起来 好有范子 孟子瑞给我印象特别深 因为孟子瑞横溢的不止才华 还有腰间的脂肪 太胖了 在我们巴赫比赛当中 是最重要的这个鼓励 最沉的功臣 大白来压轴 定海神针 他一直在后面 给我们一种默默的支持 让我们不需要往前滑 好多次都是 差点都趴前面去了 就是靠他在后面撑着 没事吧 没事吧 上不来劲了 大白他把那种手机词 他立在脖上 就看他脖上里的红红的印记 牢牢的戳住我们 整个队的后腿 一心全力 心肺肚肚肚 耶 在不同的年龄 读三国 会对其中的人物 有着不同的理解和判断 十岁前 我觉得这里只有两种人 好人和坏人 然而世界又过去了一年 在这一年里 好人们学坏了 暴露出了他们身后的阴影 向我们展示出了他们的另一副嘴脸 比如说刘备 我原来觉得刘备是一个非常鲜明的君主 还专门为他做了一首诗 连耳过肩 手直膝 宽厚人词 李贤士 当阳桥头 弃骨肉 三骨毛炉 风火起 功过参半 昭烈地 开创蜀汉 史为正 但是 我的这个想法 却渐渐发生了改变 当年 刘备这只本来羽毛 又不吻丰满的攻击 被吕布拔的 只剩下几根出毛 可怜兮兮的去投奔袁绍 在吃了人家袁绍的糖豆之后 竟然唆使曹操去攻打袁绍 他也突过公孙赞 却纵容公孙赞误断促行 也是 公孙赞要是不死 赵云这块宝石 怎么能被他揣在兜里呢 刘备做的 人吗 刘备在临终之时 还怀疑那位鞠躬尽瘁 死而后遗的属相 他用人不疑吗 但是 在那个热肉强食的时代 人家曹老爷是官宦 孙立主 以割据一方 只有刘备是小贩出身 要想称雄天下 极深于三国之中 必须借力扩张 我想 也正是因为仪仗啊 这种藏着消毒的雄气 他才成为一只 总也打不死的小强吧 同学们 快来读三国吧 我保证 你们品一遍 一个资本 孟子瑞我感觉是 比较气度不凡 然后气沉丹田的那种人 他比较有底气 然后这样的表情 他说是个小胖嘛 他的道具 起来的作用 比如说那个扇子 他是用来扇风 再来那个说 扇子养他的肚子 他见得很好 孟子瑞虽然在平常的生活中 是个大大咧咧风 好像有点不拘小节 但是实际上他思想很深邃 哎呀 这个造型挺酷啊 你扮的是糊啊 我这造型跟诸葛亮同款 这是我自己设计的 那个我这把扇子 是我的标签 你这个标签上logo挺多呀 来给我们介绍介绍 这是正面是 这是什么 这全是我写的诗 给我们看一下啊 中间那照片是 我演的诸葛父亲退众 这是什么时候的你 四年级 四年级的你是吧 好可爱啊 比现在看上去清秀很多吗 瘦一点 还有那当时那裤子 腰带紧点 勒进去了 重量级选手 就是苗条基本靠勒是吧 差五 来 再来看这边 这边这是我四年级的照片 这边也是诗 哦 写的是什么呀 我对三国人的评价 因为我觉得他们都太可爱了 无论是哪个阵营呢 或者是这里还有两个水虎子 我都喜欢他们 他们这个个性鲜明 而且各有千秋 我就给他们每人做了一首诗 寓意介绍啊 哦 这钓出个孩子是怎么回事 走 这是你自己做的吗 啊 写画的画的挺好的 这个是刘备摔了斗 啊 刘备 我当时觉得这个刘备 做的不太实在 咱现在不都提倡说三言三识吗 有一条就是做人要实 我觉得刘备这事做人做的太不实在了 你说这么个大男的摔一孩子 咱的胳膊到这儿 他胳膊过膝盖 就这么摔孩子可能有事吗 为了纪念刘备唯一做的几件不实在的事 我写了这首诗 三言三识你也知道 略懂一点 你是严格的 按照这个实实在在 或者不实实在在的方式 来展示每个人物 说到人物 你三国读了这么多遍 肯定对里面的人物比较了解 我说几个人 你来猜猜是谁怎么样 抱头还眼 面入润铁 黑中透亮 亮中特黑 别说了张飞 难不住 再来说一个 卧蚕眉 丹凤眼 面入正早 关于 再来说一个 白亏白甲 白气靠 坐鸡白龙马 手指亮云枪 赵云 我就不信 难不住你 我再来说一个 前胸宽 背绑后 肚大腰圆 绰号大白 非常有才 我 我可不就这点事 我这里还有呢 这首诗我还能唱出来 来给我们唱一下 唱一下 好有才智啊 你这穿越到包青天了这个 还有这不顾囊当什么呀 这是我给您做的一首诗 还有我的诗 您这不都说 您是淡定的诗吗 所以我发您个淡定的诗 好来给我们念一下这诗 淡膜万众主 定心一处言 主道千家墓 痴心万里音 人臣至高相 诸子又何银 往那天下心 全为御寿人 你这么看出来 这诗有点不对劲吗 有点不对劲 藏头诗 还是说藏头诗 对了 淡定主持人朱广璇 就是你 关键是画在了一个蛋上 这蛋本的是淡定 放早了就滚蛋了 这 这肯定也太勇敢了 这个农处上年就是有才啊 诗子歌赋张嘴就来 就个写手诗我挺感动 但是画在蛋上不是很好的安排 既然你送了我一首诗 我也得送你一首 孟德 孟德 世之尖雄 子龙 盖世武功 睿智三分天下 强者 成竹在凶 听出来了 孟子瑞 强 别嫁小子 咱们接着说三国 三国里边的这些故事 对你影响什么是最大的 比如在你生活中哪些是特别有帮助的 我觉得三国演义不但是一本历史题材的小说 它还是一部人生演义 一部事业演义 在上面有交朋友攻略 有当领导记车 有借力打定的妙计 更有团结协奏的妙招 无论是现在的学校还是将来不如社会 每当我们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 都可以上这上面来查找 比如说三国里有员猛将叫张和 这人武功特高 但是就是有一点不好 骄傲子大 经常被人抄后路 在一次战役中就被黄中给抄后路了 然后我就想到这一技不错呀 我就在先为骑的时候应用了 我们有一位气友 就是叫张和似的 攻击特别猛烈 几乎抵挡不住了 然后呢 但是他有一个致命的弱点 他后路不给自己留后路 他不重复防守 我就利用这一招 在正面养防 好不容易防住之后 后面大力竞工把他杀得大败 这个就都用在下棋上了 说世事如其 局局新 今年其实你又是新的一局了 对 因为我知道你去年 其实来参加了海选了 很多选了 对 被淘汰了 去年来参加了海选 被淘汰了 今年又来了 今年是挟着更重的体重 更多的知识量又来了 就是想来翻盘 他自己话说 我是来复仇的 大家好 我今天可是第五小学 四年二班的孟子军 今天我为大家推荐的书是 钢铁是怎样练成的 我觉得出路指纹工 保尔就像一块钢铁一样 他以前只是一个不普通的人 但是经过革命战争的历练 这就像一块钢铁一样 坚持自己的信念 据我们编导跟我说 你这个落选之后 回去受了刺激了 对 我这回落选之后受刺激了 当时我就发誓说 我明年一定要来这报仇 然后呢 但是我这回去 还是春来接着我的日子 首先我跳一笔 用一年的时间学两年的书 上第一节的数学课 看别人都能把 恩派的公式背到 二十以后 只能背到二的我 这是猴怕花椒数 马耍了 于是我又捧着我这本三国 我看到里面 吕蒙识别三日 当刮目先看的故事的时候 我的信心又回来了 我就想 咱是男子汉 咱就得撵上他们 然后我就开始 一面准备功课 一面准备参加 今年的我的一本科爱书 一面要准备最后的选生出考试 一面要准备多读几本科爱书 那时候的日子 不是酸甜苦辣咸 无二继选的 但是我还是挺过来了 你看 我看出你挺过来了 我现在你看 我成功地进行49强 而且 我前两天得到我的分数 我语文数学双语 我都进了95 然后我就误出了一句话 功夫不负有心人 我也明白了一个道理 只要你肯付出 肯公余 你总会有收获的 所以说 刚解释怎样 炼成的是一本励志书 三国演义也是一本励志书 三国演义 看你从哪个角度去看它 你看 我现在胖了 好多人就都有大白 然后 这个还跟咱们节目组 有点关系 来跟我们讲 因为上回我 我参加落选了 我觉得是稿子 结果今天写稿 我就妈妈说 妈妈我要写稿 然后妈妈就把我领到了我们的一家开胃店里 要了黑森林蛋糕 西瓜汁 薯条 薯球 爆米花 搞成功的写了出来 但是过了两天 我觉得这里少点味 知道什么味呢 少点披萨味 然后妈妈就领我去了一家皮萨店 要了一个海老百姨皮萨 橘米 还要了一室烤肠 热牛奶 啊 搞赶的不错 过两天 我又觉得不对劲了 我这个稿啊 长了 然后 我去了火锅店 饱餐一顿之后 稿也顺利的改短了 然后低头一看 我已经有原来的小肉 可爱型 变成了现在的小肚 六元型 刚刚呢 你在演讲的时候 最后说了一句话 说这三国品一变一个味 现在我明白是什么意思了 口味确实不一样 每顿吃的都不一样 小伙伴都叫你大白 因为他不仅形象像大白 而且还是个暖男 我们刚才看出来的 这个横溢的不只是才华 还有腰间的脂肪 暖的不只有体温 还有宽厚的胸膛 我们希望孟主锐 这一次啊 这个卖了菜锅买龙气 不蒸馒头咱 争口气啊 摇着扇子借着东风 一路顺风 好 能够顺利进气 来 加油 我觉得他像是穿越过来的 刘宾轻流队长 我觉得他最漂亮 因为一个人是不仅是他外在漂亮 他长得很好看 他更漂亮的是他的内心 他能跟我们同学和谐相处 他在任何时刻 我没看过他跟别人翻过脸 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文雅的女生 我们从你来奉务一本 人有变化里头 结一个吻 刘宾轻流队长 你都不会吗 我会背 但我不会唱好吗 老作音就老作音吧 我这不能老作 刘宾轻就像一个大姐姐一样 一直在融合大家的观念 宝贝 我们现在就这么多时间排练 他们就是没有听过 你不能强人小门 好不好 我们的小队 其实发生了一些纠纷 因为大家意见 出现分歧 但是他特别耐心地 进行了调解 按脑的时候 刘宾轻给人的一个感觉 就是像他的名字一样 就是水尖者为兵 就是他很坚强 吃饭的时候我才知道 他是因为有身体的疾病 他吃东西要既生冷 温馨都不能吃 只能吃很少的一点 但他从来不把这些东西表现出来 反而有一种很强大的气场 他每天早上睡得都能起来 一定要跑步 所以我觉得他身上可以完全体现出来 一个富有世俗气 可以把他都能够去 大家好 今天我演讲的题目叫做 别样红楼梦 之所以叫这个题目呢 是因为我认为 有些考证和探议呢 已经给这本书带来了 很多很多沉重的气息 他们有点舍本竹墨了 我认为红楼其实是一个 广泛而庞大的体系 不是许多人所窄化 留下的表兄妹恋爱悲剧那么简单 比如我认为书中的少年们是风雅的 不是因为他们灰金如土生活奢侈 而是因为他们懂得欣赏 有生活意趣 比如黛玉藏花 其实不是一味的消极沉闷 真是隐一梦醒来 看到的是芭蕉燃燃烈日炎炎的景象 就连小人物摄月 在冬夜醒来时 也要劈起斗篷 去赏一赏 紫时正好的月光 他们身份不同 地位不同 却一样活出了生活情趣 我想这归根结底 是源于他们对生活的热爱 这种热爱应当是从作者开始 渗透到每一位角色中的深切的眷恋 这种眷恋丧失本心的人是不会有的 正如蒋勋所说 《红楼梦》其实是一个广大的青春王国 正是这种热爱 贯穿了《红楼》中每一个少年的青春 谢谢大家 很坚定 落落大方 稳稳当当的那种状态 我非常喜欢这个孩子 而且他看书非常地多 非常地快 他跟我说他看《百年孤独》 只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 我觉得这个太厉害了 他气质还挺好的 应该读的时候还挺多 他影响的是别样的《红楼梦》 我觉得给我心里领带一个深刻的影响 他手的《红楼梦》我还不太理解 听到这个影响 我也真的很想买这一本书 因为他《红楼梦》青春的范围太广了 我也只能从宝来的爱情上面看 我觉得他们就是一种 因为懂得所以慈悲的感觉 他们的风雅的确有 但是给我更多的心中感动 跟我他这一节目 我觉得有一个人物 其实也是能有一些好的积极的方面 所以说我挺羡慕他 有这么一个洞察事物的能力 其实他自己也是一个特别青春的人 他跟我说他特别热爱生活 所以他《红楼梦》的梦 其实是想通过这本书作为一个媒介 去表达出自己对生活的热爱 《红楼梦》就像一个奶粉一样 现代人拿过来咬一勺 一冲一大碗 都能写一篇论文 刘明星今天给我们冲的这碗 味道非常可口 而且不浓不淡 没有三句情暗 还充满了汉塘风拌 谢谢 活脱脱的 活脱脱林黛玉 来跟我们说一说 为什么说《红楼梦》 清朝的事要穿上汉塘的服装 这个我要科普一下了 大家都觉得《红楼梦》 是清代曹雪芹写的一本书 这里面的女孩子 会不会都穿旗袍一类的 其实不是这样 满清在刚刚接下明朝的江山的时候 是有一个实从实不从的 其中有一条规矩 大家应该都知道 就是男从女不从 男从他们要求的比较严格 一定要穿满清的服装 而对女孩子 要求其实是比较宽泛的 是可以直接传成明代的服制 而明代服制 正是一个汉朝 汉服的大杂汇时期 其中就有我今天穿的 这种骑胸乳裙 上属乳下裙 然后还有一条披补 给我们带来一个新的支持点 另外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刚刚你的演讲当中 一直在提到风雅这个词 你觉得在现实生活当中 什么是风雅 其实我在读《红楼梦》后几遍之前 我觉得好像现在的生活 给我带来一种 浮于表面的现象 我想什么叫风雅 可能我消费高就叫风雅 于是我去跑去听音乐会 我觉得好像一场音乐会票那么贵 我听完应该挺风雅的 然后我就又跑到图书馆 从早泡到晚 我觉得这也叫风雅 看完最后两遍 我开始注意到这些人的细节 我发现自己的风雅在这些人面前 还不如人家的一半 我觉得最精致最风雅的就在带玉藏花 但是我觉得很多人呢 有点歪曲了带玉藏花的感觉 大家都觉得他这个人肯定是悲观 消极又厌世 可能大家觉得他就是抑郁症 过两天就要自杀的那种类型 但是其实呢 我看来带玉不是这样的 带玉为什么要葬花 他曾经指责宝玉说 宝玉心疼落花 就把落花用这个衣服杀的兜起来 放到大观园一条河里面 他就倒进去 觉得落花流水春去也天上人间 他觉得那个很美 结果呢 带玉走过来 是肩上担着花厨 花厨上挂着花囊 这只手里呢又拿着一个花肘 带玉想了一个非常好的办法 他说这个基角上我有一个花种 我们把花埋在那里面 随土化了 岂不干净 我觉得从这点可以看出来呢 带玉如果他真的不热爱生活的话 他是不会疼惜他觉得美的事物 我一直认为 他们的风雅 他们的热爱生活 就是那种对美最深刻的向往 他有追求那个美的意识 所以带玉热爱美 他当然就是热爱生活 只不过他有一点 早的看到了美的幻灭 花开到最好的时候 他就有点伤心了 所以说 这琴棋书画 十九花是风雅 同样呢 柴米油盐酱醋茶也是风雅 关键看你用什么样的心情 心境来对待生活 下面呢 我们再来说说 冰青拿的日本书 这叫做知批本 对 知批本我得看看 因为我看的是洞批本 动物园批发市场买的 有病的事吗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书 你看我翻到了一页 我来给我们认一认 这是宝玉的这个通灵宝玉 正面的一些转字 来给我们认一下 这个正面 首先是上面的四个字 叫通灵宝玉 然后从右往左念 就是左边的 右边的是莫失莫忘 左边的是 仙寿恒昌 仙寿恒昌 听说你还会讲古字 拆字来给我们讲一讲 比如说这个莫字 它当什么讲 这个莫字呢 就可以联想到 当时造字仙民的想法 因为我们中国地处 华北平原 它呢是西高东低 所以东边呢 就应该很正常的是海 左边呢就是山 所以仙民们看到的这个日落呢 就确确实实是太阳 落到了草丛里 这么一个样子 而莫这个字 大家可以看到 它确实是上面一个草头 底下一个草头 中间是一个圆圆的太阳 它的本字表示的是日落的意思 但是后来仙民们 对火的利用不是很发达 他们就觉得 这个晚上日落了 什么也干不了 那咱们就把它 衍生出来一个不要的意思吧 所以现在这个莫呢 大多是不要的意思 字解的这么厉害 我就特别好奇了 能不能解一下我的名字 朱广泉 这三个字怎么讲 一说您的名字 我就很欣赏您的姓 这个姓呢 朱这个字 它和本末是一家子 它都是指示字 它都是一个这边三头 下面三根的一个木 它呢表示的是树干的意思 也是这个木字边一个猪 它的本字 它表示的树干 后来呢 人们发现这个树干 还可以用来染色 它们可以运用到 仙民这个纺织工作当中 于是它就转注出来了 红色的意思 也就是说现在猪杀的猪 就是红色 就是赤的意思 就是说这个姓很好 我就轻易别改了 对对对 那再来说说后边那两个字 这广泉吧 其实猪我很喜欢 它广泉这两字吧 有点水 您不要气馁 我说它哪里水呢 大家想一想 汉字六书有 象形会议指示 形声转注和假接 占比例最多的呢 就是这个形声字 大家想想啊 先不要觉得奇怪 为什么 假如我们是仙民 我们要造字 象形的好办啊 是鸟就画鸟 是草就画草 那水还是流动的样子呢 可是 你们想一想 爱怎么表达 抽象的东西怎么表达 于是 他们呢 就发明了一个造字 流水线 左边呢 我就找一个形符 来表达它所属的这个类型 右边呢 就是它的声旁 来表示它和声音 比较相近的这么一个字 就造出来了 您这广泉啊 就是这么造的 我这是流水线上 生产出来的水货啊 但是虽然我的名字是水货 但我有一颗行货的心 您说行货 我特意去关注了您的微博 哎呦 谢谢 谢谢 我看到您微博里面 自己刻了一些章 我觉得您对古汉字了解 那也是很不浅的呀 不 我是自己瞎玩的 说到这个刻章这个事 你打开这个书 我就给冰青刻了一个章 来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真的好漂亮 我特别喜欢您刻出来 这特别好看 来给大家说一下 这是三个什么字 这是读书乐 这个书是怎么讲 书其实是一个会议子 它很可爱的 下面呢 是这个日 上面呢 其实就是律师的绿的右半边 这个律师的绿右半边 其实是一只爪子 甲骨纹里面所有的手 都是三根手指的爪子 它拿着一只笔 底下这个日呢 其实是一个小盒子一样的东西 里面装的 我们现在推测应该是墨水 我一只手拿着一只笔 去蘸里面的墨水 所以引申出来了书写 到后面一直说 它是名词书本的意思 书的含义非常的丰富 书的范围也非常的广泛 所以我们要去读它 读书乐 希望你在读书里面 找到更多的乐趣 越来越开心 越来越快乐 谢谢 他研究的东西 比如他从文本的角度来研究红楼 从纯文字的角度来研究古文字 非常基础地来认识这些东西 我觉得可能很多人都知道红楼好 都知道古文字伟大 但是不知道从哪个角度去学 我觉得刘明清的这个方式就好 就是从纯文字的角度来研究这些 然后把它让它流行起来 让它能看懂的方式去学它 在古代能多有几个熟人 要比在现代多几个酒肉朋友要好 她是我们的最小的一个男生 她才八岁 很可爱的一个小男孩 喜欢吃巧克力 然后昨天吃上的巧克力 她都吃完了 她好可爱 对美的事物有很深的向往 这个纸完全不能卖 你稍微一卖嘴就破了 我给你快忙 我们今天出现了一些小的状况 比如说孟子瑞鸡哭了 比如说吉林毅腰带的问题 其实我觉得是之前的沟通出了点问题 就是他们的想法没有一致 当他要为腰带的时候 吉林毅觉得不接受 因为他觉得那个腰带 黄着记着腰带 不应该带一段蓝的 应该是明黄 出现了这么一幕 我觉得是孩子之间 他出现这种情况很正常 后来他就站起来 把他设计的红色的肩膀 放在了吉林毅的身上 很好看 吉林毅觉得也不错 我觉得我们这样一个读书的节目 孩子们都是在读书的过程当中 其实是跟作者在交流 跟书在交流 甚至是自己跟自己在交流 是一个精神层面 自己就能完成 但是这个事是大家要合作完成的 恰好是跟他们读书 是一个相反的一个情形 怎么跟大家能够团结合作 大家好 今天我给大家讲一个世界上最美的童话 小王子 小王子从他的星球上来到地球之后非常孤独 一个人在沙漠边缘走的时候 发现了一只小狐狸 他很想和小狐狸玩 却被狐狸拒绝了 狐狸说 你还没有信仰我 对我来说 你还只是一个小男孩 和其他千万个小男孩一样 对你来说 我也不过是一只普通的狐狸 但是 如果你信服了我 对我来说 你就是唯一的了 对你来说 我也是唯一的了 离开的时候 小狐狸把自己心中的秘密 作为礼物送给小王子 那就是 肉眼看不见事物的本质 只有用心灵才能洞察一切 我和小白 小王子 在我的身边 有许多好朋友 有时 我也会有朋友们发生矛盾 吵架时 总觉得对方做的不对 小王子这本书告诉我 真正的朋友 是从心底里尊重对方 用心去尊重理解 朋友需要你时 能用语言安慰他 用行动帮助他 遇到矛盾时 能站在他的角度思考问题 这样 我们才能得到更多的朋友 生活到更多的快乐 谢谢大家 推荐的小王子 他本身就像一个小王子 像一个我们组的小吉祥物一样 非常可爱 非常乖 充满童真的一个孩子 所以他推荐这本书也比较合适 我不知道他懂得了多少 但是他说的这些东西里面 确实是有很多值得大家去思考的一些东西 他找到了这本书的一些精髓 给大家心想最深的那句话 就是我们用心灵感受到的 才是最深切最真实的 虽然他才几岁了 八岁 然后他也许对这句话理解不是很完全 但是我觉得这句话会对他留下很深的作用 然后以后对他也会有一定的影响 吉林一他很幽默 然后他不自私 然后他很听指挥 他会举手发言 最后就是他 吉林一小朋友是个非常懂得享受的人 昨天我们一块吃饭 他就上了以后大家在这说 他就不停的很会吃 拿着生菜包点肉 包点肠吃一个 然后肉来吃一个 转过来再吃喝点汤 自己当时吃的特别 管理自己特别好 一个七八岁的小孩 我觉得很多的孩子可能还需要家长追着在喂的时候 但是他自己很快就把自己吃饱了 还帮别人去转桌子 但是一开始可能转过来自己吃 后来开始转过去给大家吃 太乖了 我们吉林一有三宝 天真可爱读书早 小王子你读了多少遍 小王子我读了二十多遍 二十多遍 对呀 那是不是里边的内容都非常熟练 对 那我考一考你怎么样 好啊 来个快问快答 好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第一个问题 小王子从哪来 小王子从这比一幢房子大一点的星球上来 小王子居住的星球非常小叫什么 叫B12号 小天心 小王子居住星球一种非常可怕的种子是什么 非常可怕的种子叫后面包树种子 在小王子的星球上一天可以看到几次日落 在小王子的星球上一天可以看到43次日落 第五个星球很小绕一圈是几步 绕一圈是三步 小王子有几座火山 小王子有三座火山 两座火山 一座子火山 第五个星球上一座有几个落日 第五个星球上一共有1440次落日 第四个星球的商人一天到晚都在忙什么 属星星 小王子认为大人们都是什么样的 小王子认为大人们都是缺乏小小力行乱数字的 小王子的作者诗是在哪 诗是在沙沙拉大沙漠中 小王子的名字是不是叫橘林义 不是 小王子的名字叫小王子 语言流畅思维敏捷 你就是一个有王者风范的小王子 你就是骑白马的王子 下面咱们不骑白马 咱先来解解密码 来说一说这个书里边有很多有意思的 比较神秘的东西 比如说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面包树是怎么回事 小王子的心情算没个可怕的种子 就是红面包树的种子 因为红面包树很大很大 比二十个大白还大 如果红面包树过多 而星球过小 红面包树就会撑破星球 它们的根也会钻透星球 有那么大 有 那是非常危险了 你之前有个比喻说它像谁那么大 比二十个大白还大 大白是谁 大白是孟子瑞 别透了 你容易地被提名了 下面一个问题 B612 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 B612号小行星的名字呢 作者没有说是为什么 所以有很多种说法 一种说法认为 612在法语字母续号里代表的是FAB 翻译出来英语就是棒极了行 还有一些人认为B612就是维生素B6和B12的缩写 古代的人认为 维生素是能包之百病的 另一些人认为 B612是指的美国纽约地铁B线612号车站等等 这都是别人认为的 你认为是什么 我认为还是第一种 就是棒极了 对 因为我学英语的 所以你不同意法语的 我不会法语 再来说说一个作者 关于这个作者你了解多少 作者他是一个飞行员 其次是一个作家 1944年7月31日出航执行第八次任务的时候 再也没有回来 牺牲时年仅44岁 2001年 一位渔夫打捞到一条手链 上面刻有山埃克斯克尔尔的名字 和送他这条手边的出马商的名字 多年来 人们一直传说 山埃克斯佩里像小王子一样 回到了B612号小行星上 山埃克斯佩里说过 每一颗星星发光 都是为了让人们能够找到属于他自己的那颗星星 你是小王子说的 对 所以他在小王子里面说的 所以我觉得他是去找自己的星星了 他找到了自己的星星 对吧 那你有没有在我们的团队当中找到自己的朋友 找到了 任何一个人都是我的朋友 你找到了六个朋友 对 如果有人不愿意跟你做朋友怎么办 我就先跟他待一会儿了解他的内心性格 之后和他的内心性格做的事相吻合 他就会和我做朋友了 你先跟他待一会儿是吧 对 那其中哪个待的时间最长 就是你觉得他最难搞定成为你的朋友 小鱼 鲸鱼我怎么会 为什么 因为他经常给我打架 为什么要跟你打架 这个我怎么知道 待会儿他上来的时候你问他去 看来这个问题你们没有解决好啊 他是不是经常逼着你做你不愿意做的事 对 比如什么 比如他经常逼给我卖萌 逼着你怎么卖萌 来给我们表演一下 一脸萌太惹人爱 而且非常有能耐 打断一下可以吗 可以 这是大白送给我的新章 是吧 是北大的新章 是北大的新章 他自己还留了一个清华的新章 为什么他把清华的留起来 因为一股他能考向清华大学 我能考向北京大学 这是大白送给你的礼物 对 那刘嘉宇小鱼儿没有送你礼物是吧 现在还没有 现在还没有 G01你等着 回去好好努力读书 现在北大清华是这样的 只要你读得好 他们一块抢你 好 来 耶 现在已经有三位选手登台亮相 上位出场的四位选手 会有更精彩的表现吗 最终七位选手会通过互相投票的方式 推选出他们中的一位 代表团队晋级总决赛 家瑜我管他叫大规模分散注意力武器 因为他到处乱跑 一会儿他们就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 武林高手间的对决不是我们能插手的 所以还是算了 就是什么都会发生 就是我很抱歉 我得见见了半种情意 他平常是挺好的 但是一听到刘队长的话就会回来 我觉得他还是蛮乖的 他长得一直漂亮 那个不能说漂亮 那个只能说是萌 我怎么是变魔术了呀 后面应该收一下我总买谁 烂个腰给我们看看 他能让他老是那么半天很难得 他弯腰的半天烂不下去 手里拿的东西掉了 叫我让我帮他捡起来 就一直非常乖 因为他觉得这是冰青们给我做的 这是我的姐姐们给我飞行巴力的 坐在身上 我一定不能把他弄坏 其实看上去说孩子讲义气 给我朋友 实际上是一种团队精神的体现 他就觉得我们最后要在我身上呈现 我不能让他破掉 家瑜 我觉得第一个肯定是活泼 然后可爱 然后他善良 而且他特别有童真 还有就是他很讲义气 他的性格我觉得是属于那种先诚不染 今天我想给大家分享一本令人感动的书 这是一本关于友谊的书 书中小猪威尔摩和蜘蛛下落的友谊十分感人 因为他们的友谊经历了矮与保护 冒陷与奇迹 生命与死亡 快乐与痛苦 这本书还使我懂得了很多做人做事的道理 比如说做人要做善良有爱心的人 就像小姑娘弗恩的爱心 改变了书亚伯因为是落脚珠而被杀掉的命运 还有做事怪的坚持 如果蜘蛛下落 他不是因为众友谊 答应书亚伯救他的命 而且不坚持下来 书亚伯就不会成为人们心中了不起 光彩赵人千辈的王牌猪 虽然下落最后死了 不过威尔摩一种的感恩 他把下落那五百一十四个孩子 带回了古仓 带回了他美丽的家 我们平时都读书 读好书 就是一种最好的积累 下次网 值得你反复评读 谢谢大家 我觉得刘家瑜呢 像个小鱼儿一样的 非常的闹 但是呢 他对于读书来讲 真的可以精彩 我刚才有看他拿着别人的书 在那不同的看 平时很欢呼 但是在就是最关键的时候 那是意思不苟的 他如果一旦静下心来 他包括今天阐述下落的网 他也是特别有自己的思想 他给我们推荐的是下落的网 这个故事里边讲的 其实就是分享快乐 友情和爱 但他在生活当中 就正好体现出来这些 昨天我们那里吃饭 吃得差不多了 他突然过来拽了刘云青 跟我出去 然后就跑到哪去了 他拉着我去看 也不告诉我是什么 然后出门就给我一个惊喜 过了一会儿回来 刘云青就说 他带着他出去看汹泉了 他发现出门以后 又转了一个特别漂亮的汹泉 这两天他真的给了我 很多很感动的瞬间 他觉得幸福 分享了之后 才最真实最快乐 我觉得这是这个孩子 特别大的一个优点 包括今天 文俊林感冒发烧 说上台了 可能要坐在椅子上坐 他马上就 那么瘦小的孩子 马上过去帮着搬椅子 他会第一个出来 他非常的有朋友 我们大家在一块的概念 一个团体的这样一个概念 所以我觉得 真的这个小女孩的身上 体现出来的东西 让我很感动 甚至很敬佩 她懂得分享 这是她 我觉得这是读书带给她的 同时呢 也是我们每个人 要去读懂她的一个地方 小月儿 哎呀 一个热烈的音报 我们小月儿 不仅会看书 书读得好 而且呢 也心灵手巧 她还特意呢 为这个书里边的每个人物 都做了个造型 来 来给我们展示一下 来 这个呢 就是在关键时候 就为了维尔博的命 也是这本书的主人公 夏洛 这是她指的第二个字眼 用双线指的了不起 你能不能再介绍 你的哪一个作品的时候 给我们讲一讲 因为这么多天 跟我们的团队在一起 你认为每一个 特别像团队当中的哪一个人 能够对上号吗 你觉得夏洛特别像谁 我觉得夏洛特别像 你冰青姐姐 为什么呢 她很油画 然后呢 她也有主持性 哦 她是你们的组长 对 这个上面是有字的对吧 对 了不起 了不起 对 你确定这上面是了不起吗 确定 这不是了不走吗 这个起 还没吃完 没吃完呢 是吧 她正在吃着 她在做一个效果 你做了一个正在发生的动事 就是这个蜘蛛正在吐 起字剩一半的丝 给我们一个期待 这是后现代的作品 非常牛 再介绍下一个 然后呢 这个是老鼠坦布尔顿 把她可爱化了 背上加了一个袋子 那她会像谁呢 她虽然有点一无是处 不过呢 她也是有团队合作精神的 我觉得像大白 什么 她的漂亮 她同意你的这个看法吗 我不知道 我没跟她说 那你下去看见她的时候 要小心 为什么她想大白 因为她也是靠吃来获得动力的 好的 我们再来看下一个 这个威尔伯我觉得像距离一眼 比她天真 活泼 可爱 又不贪吃 而且 很萌 很棒 来 我们再来说下一个 这是个什么东西 可以戴的帽子 论一个演员的自我修养 现在变一个很侃的魔术 你们猜她头上会变出什么来 狮子 你们猜一下 他们会变出什么来 猜一下 有哪位观众愿意举手过来猜一下 OK 请这位长头发的小观众 起来 请你说请你告诉我 你猜她的帽子里面会变出什么 什么 错 来 错 只有三次机会 最后一次了 好没有 是不是人的犯 那个小男孩你来吧 错 一只猪 下面我们来说一说 刚刚在书里提到了这个书的主旨 里边都是爱呀 友谊呀 那给我们讲一讲 因为我们觉得这个小猪和蜘蛛交朋友 是因为蜘蛛非常的有文化 因为蜘蛛不可怕 但是就怕蜘蛛有文化 是个网络写手 可以在网上写字 错 然后炒作这个小猪 错 错 所以呢 是不是小猪应该跟这样有用的人交朋友 错 为什么错 就坦普尔顿也没用啊 他为什么要跟坦普尔顿交朋友呢 所以呢 所以不管是什么样的人 你也可以跟他交朋友 只要他的心地善良 他的心地有爱 就算是他没有本事 不过朋友的友谊是纯洁的 是有爱的 是美丽的 所以不管是什么样的孩子 你都要真心地跟他交朋友 对吧 其实嘉宇呢 平时也是一个 我管他叫大规模分散注意力武器 非常爱说 非常爱闹的一个孩子 说不好听一点呢 就是有点话牢 你爸爸妈妈有没有觉得你 太吵 好 请我的爸爸妈妈 还是婆婆举一下 说 爷爷你不用举 因为你不觉得我爱说话 我婆婆你也不用 其实你也不用举 因为我爱说话是我跟婆婆学的 她是我们家的老母 一天到把你在那里 但是呢 关于你爱说话呢 我这有一个小小的证据 就是因为你爱说话呢 留下来一点点罪证 来 你拿着这个 来 骂不送给你了 你给你一直戴着 嘉宇的手必须有点事干 我这有一封呢 嘉宇写给妈妈的信 是嘉宇在六七岁的时候 写给他的妈妈的 叫孩子的心 孩子的心是纯洁的 是快乐的 是自由的 是美丽的 还有正反面吗 这个是正面 好吧 很感人的一封信 亲爱的家长朋友们 如果你们常常责骂孩子 孩子的心就会受伤 孩子们的心 就像玫瑰花被剥去了花瓣一样 孩子的心就像小草 被掉了根一样 孩子的心就像小树 被剥了皮一样 再也吸收不到营养 如果孩子的心吸收不到营养 就再也无法快乐地成长 千万不要让孩子失去快乐 不要不懂孩子的心 这是你说给妈妈听的 大家可以看出来 嘉宇非常的活泼 非常的可爱 为什么我叫他 大规模分散注意力武器了吧 通过这段谈话 大家能看出来 他就像一天到晚游泳的鱼一样 一直在游 期待着嘉宇同学能够立于乐龙门 曹一鸣其实是那种行动上的巨人 语言上的沉默者 他是行动力非常强 他一直在吭吱吭吱吱在做 几个女孩子动手能力强一点 我们组的三个女孩子都姓刘 留下来 做得很快 而且还挺不错的 像不像样的 但是男孩可能就会 在做衣服方面 比较稍微的笨拙一点 但是他不气馁地一直在做 他其实做了两件 第一件坐上以后 距离一动啊什么的 就烂了 他发现第一件烂了 一句话都没有坑 接着做第二件 也没有说你怎么乱动 你怎么跑 他一直在 在那坑里坑里 在默默无闻地在那儿坐 曹一鸣 实干家吧 但是就是干的 虽然有的时候不是很好 我们都把公主搞完了 结果他们还没有搞好 于是我们就一起帮他搞了 他那些人都不爱说话 从来不爱说话 我说我这个名副其实的废话 能话熬 他就跟我正好想法 他不怎么说话 但是呢 他挺深沉的 挺有内涵的 我这个人其实比较沉默 对 就像你说我性格比较内敛 但是我觉得我做事的话 只要我开始做 我就会踏实 然后兢兢业业地去做 然后我一定会把我本分的事情 做到最好 大家是否知道这样一位网球运动员 他在赛场上骁勇异常 为亚洲夺得了第一个大满冠冠军 他在生活中幽默而风趣 标志性的笑容 慰藉着每一个球迷的心灵 他从不回拘泥于世俗 他常常与媒体进行唇枪舌战 没错 他就是中国体育史上的传奇人物 李娜 幼年时 我钦佩于李娜 执着而顽强的比赛风格 但在我阅读了他的自传 独自上场后 而令我印象最深刻的 就是曾将他推上舆论风口浪尖的个性 在2013年的法国网球公开赛中 状态不佳的李娜 在第二轮便早早出局 赛后有记者采访他 想对球迷说些什么 输球后的李娜 心情自然样样不乐 输了一场球 难道要对球迷三败九扣 赔礼道歉吗 此言一出 没有教养 不会控制脾气 不能尊重观众 等等抨击之词 铺肩盖地的席卷而来 但在我看来 输与赢与竞技体育而言 都是再平常不过的一部分 也许正是因为李娜身上的真实 才让他能够无所顾忌地独自上场 谢谢大家 杨宇明的朱老师说他很清楚 对我特别同意 然后能看出来他有诗人的那种份 我觉得他应该是真的很喜欢李娜 因为他那个脚发之间的那种感情能出来 他一直有点想赢吧 我们在玩的时候 他都一个人在背稿子 说的其实挺好的 即便是中间有忘词的地方 但是整个的状态挺好的 忘了以后往下编嘛 就接着 哪怕你换两句 就尽量的不要往前倒 这样就变成了一个明显的失误 如果你把它编下去了 就会觉得可能稍微停了一下 但是过去了 这是一个小子 杨宇明是我们这个团队当中的副组长 第二大的 昨天他跟我说 他特别想做一个传媒人 做一个新闻人 他问我说 做一个记者辛苦不辛苦 我说很辛苦 但当我说完之后 我发现从他的眼睛里看到的 不是恐惧 就是为难情绪 而是那种 我选择了远方就要风雨兼程的那种坚定 但他有一个问题 就是他经常会在演讲的时候 当着众人的时候 他可能会有点紧张 因为他本身是一个很安静的孩子 所以他需要打开自己 但是他实际上是很坚强的 太棒了 曹一鸣带给我们的是一本人物传记 里面有精彩人生 还有丰功伟绩 这个人物传记必然是你的一个偶像 那他给你最直接的影响是什么 我也在学习网球 也在学习网球 而且学习了两年 现在可以参加比赛 给大家介绍一下 曹一鸣非常的有才 不光是会打网球 还会弹钢琴 我说曹一鸣有三宝 网球 钢琴 颜值 爆表 李娜对你在网球场上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她不可能跟你当教练 江山也不会来 她只教李娜 她是怎么跟你在一起的 有一场比赛呢 直接影响到我对网球的看法和理解 在那场比赛当中 对手以5比4领先我 而且她拿到了赛点 什么叫赛点呢 就是说对手只要赢下接下来的一分 我就可以打到回府了 我就可以回家了 有那么一瞬间 我感到特别沮丧 我觉得自己在球场上 那么卖力的拼搏 又傻又狼狈 到头来 只是无力回天 我进行了一个短暂的自我反省 李娜她之所以能取得卓越的成就 与她在球场上的专注 是分不开的 所以当她遇到这种危急场面的时候 她一定会定下心来 用一种特别释然的态度 去专注于接下来的每一分 每一个球 而不去计较结果 也许我们会成功 也许我们会失败 因为我们为此付出了一场 无怨无悔的青春 谢谢大家 那场比赛 我赢了 赢在心底上 智胜分 赛末点 对 失去了位置 最后大逆转 可以说这是 李娜给你的力量 对 那对手输了呢 因为没有看过独自上场 她让我学会了专注 李娜 你对于我们的群体 怎么理解 比如说你是更喜欢独自上场呢 还是更喜欢你不是一个人在站走 其实我觉得 每个人都要学会独自上场 大家有没有想过 人生当中其实有很多事情 需要脱离别人的帮助 只能靠我们一己之力去完成 例如考试 例如进入社会之后 与自己的竞争对手短兵相接 我们的命运终将把握在自己的手上 所以我们必须要学会独自上场 但是其次 我觉得独自上场 绝不仅仅是指特立独行 倘若有一天 我们获得了成功 外表光鲜亮丽的我们背后 其实一定是由我们的亲友 鼎立相助 所以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每个人都要用一颗感恩的心 滴水之恩 方永泉相报 其实今天来到现场的 有我小学的时候一位班主任 主要是跟大家挥一挥手 好吗 大家给他点掌声 这个老师只教了我三年 但是他对我的影响特别大 从小我就是个对老师 有一些敬畏之情的孩子 所以一开始升入小学的时候 我特别不适应 我会怕老师 当老师走近我想要跟我打招呼的时候 我会飞一时的逃走 因为我害怕老师批评我 那是让我特别感动的是 徐老师会在炎炎的夏日 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中 递给我一根清廊的冰棍 然后跟我说 孩子你要学会跟老师成为朋友 忘不了在我二三年级的时候 徐老师他会每天让我雷打不动的背诵一首唐诗 那个时候我也埋怨过他 但是当深入初中之后 我才明白 原来积累自己的文学底蕴 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 你是又要敢于独自上场 又要善于团队合作 我们更要有一个感恩的心 谢谢你 徐老师 加油 最后来说一下 这么多天的团队合作 还有什么要跟大家说的 其实我一直想去呼吁大家 要参与到体育运动中来 其实这也是我为什么 今天要推荐独自上场 这一本书的原因之一 现代奥林匹克之父顾拜旦 曾经在体育宋征说 体育是美丽的 体育是宫廷的 体育是智慧的 体育也是快乐的 体育能让快乐的人更加甜蜜 能让忧伤的人散心解闷 布韦旦还说过一句话 重要的不是凯旋 而是战斗 你今天战斗的非常漂亮 谢谢 我们俊明是一个很有思想的人吧 他就是在面对很多事情的时候 能非常冷静地在旁边给我们提意见 当然有的时候表面都非常小 如果地下被他拽过就很难回来了 不 我现在最麻烦就是地下登过去 我们要休息零点几秒 那几秒钟 他们因为没有立成那下 这样可以转得去 想站在第一个的 我们的文俊明 他是一个如果在巴河比赛 用专业术语的叫头神 我一直在跟他说 第一下一定要过来 就是你第一下这个拔过来以后 整个的占优势就可以了 所以他控制节奏把握得特别好 然后呢 他的好胜心特别强 我们边上的蓝队的队长过来 跟我们交流说 你们第一局我们赢了嘛 第二局让我们去 我们就白平手 所有的孩子 尤其是在头上的文俊里 不行 我们不会输的 我们一定要赢 第二局直接就给拽了过来 完全没人面 然后就是他这人很乐观 心里能够容忍 因为刘家瑜经常恶搞他干嘛的 整他 但是他还是能够和他做朋友 他很爱着人 经常被我们 被我弄得伤痕累累 不过他姓文 他给人留下一个很眼文化的印象 人这个字很神奇 只有一撇一纳 可做人 却是一辈子的功课 人 一撇代表言 一纳代表行 撇长了就如同一个人夸夸其谈 金玉其外 百序其内 那长了就是行动的巨人 说话的矮子 那岂不成的永远无谋 撇那不已 人就是斜的 歪的 倒的 我以前就是一个矮子 在我刚刚懂事的时候 父母因性格不合 而孔雀东南非 这一路上 我和妈妈 不管什么艰难困苦 都挺了过来 我们总是互相安慰 互相鼓励 互相支撑 有一次我放学回来 看见妈妈 疲惫无敌地躺在床上 我急忙扔下书包 帮妈妈 沏了一杯热腾腾的茶 并帮她做了一次全身按摩 我心痛地对妈妈说 妈妈 你知道吗 在你照顾别人的时候 也请照顾好你自己的身体呀 我现在还小呢 等我以后长大了 我就可以像个男子汉一样 来保护您了 那几天 妈妈病得很重 我不但照顾妈妈吃药 还包揽了做饭 吸附到所有家务 妈妈说 我长大了 同学们都说我很坚强 我知道 这都是归功于我看的书 唤醒心动的巨人 这本书教过了我许多 尤其是改变 改变自己软弱的内心 我们可以强大 改变自己懒惰的行为 我们可以成功 改变自己落后的思想 我们可以成熟 所有人只要战胜曾经懦弱的自己 那便是唤醒心中的巨人 试试了点 觉得很好 林志明今天有点亢奋 因为我觉得他是在病上躺的 他觉得我可能有点不舒服 反而要更猛烈地来表达自己的东西 包括你像他今天感冒发烧 因为昨天没有休息好 坐着说的 但是他整个表现出来的 还是很成熟很沉稳的一个状态 林志明他今天状态是不太好 但是瑕不掩瑜 还是能看出来他评价的是不错的 他能结合自己的经历 然后来唤醒自己心中的巨人 能看到他其实很坚强 我今天在他的演讲当中 我才第一次知道 他是一个单亲家庭出来的孩子 所以确实是从他身上能看到 在一个单亲家庭成长的敏感和成熟 而且他是一个比较爱表现 爱表达的一个孩子 先说塔 胡说山 说完大海 说气干 不停地跟你说 上只天文地理 下只鸡毛蒜皮 什么都在跟你说 知道了非常多 包括他说的这个书 《唤醒心中的巨人》 我觉得他可能是对自己 对于情绪的把控管理 要求比较严的 我们一块吃饭的时候 大家 用梦去看着吃 吃了一会儿以后 他坐到边上 不吃了 不吃了 我只吃两分饱 我说为什么只吃两分饱 他说我之前减肥 我一个月的时间 降下了20分 所以现在我在保持 我只吃两分饱 就像那个书里面写的 他对于情绪的管理 对于自己的管理 要求是非常严格的 这么一个孩子 老师好 我们励志哥 爸爸 一个大大的拥抱 这个大家可以看出来了 七个孩子读书多 一个老师累虚拖 你这个励志的书 激励学的书 在我们的孩子里面 可能比较少见一点 你看了这个书之后 是怎么唤醒自己心中的巨人 来给我们举一个例子 就像我来这次节目一样 当时学校广播说 要一个精神面目好 热爱读书的孩子 然后呢 我们老师也是点了我吧 然后呢 也是比较随意 我的确是比较随意 因为当时比较吵 同学们在闹 然后呢 我觉得就一直是坚持吧 没有放弃 因为我当时 我并不知道这个节目 可以直接到这里 站在这个地方 当我站在这里的时候 我觉得这就是我来自坚持 一种努力 从懵懂无知 到现在的 真正的面对大家 面对大众 这就是唤醒心中的巨人 能够站在这儿 参加比赛 就是唤醒心中的巨人 对 你刚才提到了 老师是因为你 面貌气质好 选的你是吧 外在不重要 内在才重要呢 但是老师 像你这种外貌气质好 内心气质也好的人 才少见呢 我本来下面要提一个 很尖锐的问题 因为这句话 我决定提一个 比较温柔一点的 来 所以我们再接着说一说 既然你这么喜欢 看励志的书 又唤醒了心中的巨人了 那你在平时的生活当中 在跟同学交往的过程当中 你是什么样的 一个形式的风格 我为人处事比较低调吧 大家做的活动 我平时参加 但是我一般不上台 因为我 怎么说 就像我手上的这块表吧 时针 分针 秒针 在刻板上 它转动的时候 后面是靠着 很多螺丝 很多转盘 很多齿轮 它在运作的 我就喜欢当那些转盘吧 平时做些幕后工作 为大家配配乐 写些稿子有 但是平时上台的 一般都不是 因为 虽然我长得帅 但是我很低调 很不错 这只是个很低调的文 说到低调 那为什么要参加 我们这个节目呢 人就像一条龙 中国也就是一条龙 然后呢 在陈述了许久之后 总是要 总是要那个 打起精神 吼一吼的 让世界证明一下 我可不是那些 闲鱼之类的 我可是一条蛟龙 就不仅会翻身 还会腾空 是吧 对 你这是在成功学里面 看到了如何真正的做人 而不是如何去成功 对 那下面就是 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了 那你认为 什么样是成功呢 成功的话 首先 我就讲个故事吧 从一个 很小很小的孩子 他小时候经历了很多磨难 他的父母性格不合 他的爱 他拥有很多想要的 却得不到的 在以前 他想用的那台电脑 都是一种奢望 但方面的一个反对 让他的内心是非常的 就像是 随时被一个锤子 榔头敲着的 但是 他一步步在成长 从当时 步入学校时的害怕 到现在能够在课堂上 不断地发言 和老师开玩笑 再到现在 他站在这里 我觉得这就是一种成功 成功不是所谓的 我拥有了什么 我拥有了什么 拥有了什么物质上的 能够像马云 比尔盖茨一样 让全地球人知道 是种成功 或者说研究出了什么 不可能的题目 创业了时空 也是种成功 但是更多人是做不到的 大多数人是平凡之人 说的很现实 但是平凡之人 有自己的成功 我们做好了 自己分内的工作 一个学生 做好了自己的学业 一个孩子 他能够在 他能够保持自己的童年 他又因为一个童心 也是一种成功 再做到家长们 他们的工作顺利 他们的工作 能够让领导放心 能够为社会造福 这也是一种成功 帮助了别人 是一种成功 战胜曾经落入了自己 我觉得更是一种成功 刚刚呢 我们说到了 这个唤醒心中的巨人 其实光光唤醒是不够的 有的人呢 醒得很早 但是起来晚了 所以呢 我们要多实践 理论够用 实践为重 我们看了书之后 更多的去实践 踏踏实实的 脚踏实地的 努力之后 最后成功会是你的副场景 好的 非常感谢 李明明 前六位选手 都已经完成了他们的比赛 孩子们最终会选谁 代表他们出征总决赛呢 别着急 最后一位选手 马上登场 结果即将揭晓 快人快语快乐的小人 唯一的一个缺点 就是说话太快了 读得很快 野素很快 语速特别快 像AK47一样 就打出去了 不管严家坏女生 皇后留守临间 今天基本上是我 然后戴童后 硬不止黑盘头 又是你了 对对对 然后把最后的 从头脚步 就爱你 我是从此 我们急于去 她就是一个 特别爽快的小女孩 包括在拔河的时候 她胳膊蹭破皮了 就说哎呀 看我都蹭破 然后就像没事一样 接着去去拔 非常敏意的 也不觉得怎么样 很皮静 就像一个小男孩一样 一样 科普稍微受了点伤 但是最后还是赢了 反觉也很值得 而且她雨 唰那么快 但是也有安静的时候 包括刚刚我们在采访的时候 她自己一个人坐在边上 在看她的这样一段 因为她看的书 反而是很历史的 很需要积淀的那样的一些书 那么点一个小人 看的又是大不头的书 所以我觉得她身上 展现出来的 不光是快 还有一些慢 就是她有的时候会慢起来 让你感觉到 她的那种沉稳 她是天赋比利的政治奇才 她是未经三朝的脱姑大臣 她是尽心尽力的皇帝老师 她是恩威病逝的铁腕首富 她是立场坚定的改革大家 更是生前死后 褒贬不一的千古名相 对 她就是张俱正 亲人说 名指一相 张俱正也 就是这么一位千古名相 是人对他仍有许多误解 我认为 历史上的张俱正 被加上了太多污点 下面我给大家说一段 书上写的故事吧 话说这个张俱正啊 老早就对高拱心神不满了 高拱还乡之前啊 张俱正还特地假惺惺的去送了行 然而真的是这样的吗 为此 我再次多方查询 最后再阅读到张俱正的后人 为他城里的书信及时发现 高拱失事之时 张俱正根本就不在京城 既然不在京城 又何来假惺惺的送别 一说呢 世人对张俱正如此偏见 不禁令我感到悲哀 但这或许也是张俱正的孤独吧 人非圣贤 书能无过 历史不会忘记 他的以一条编法和考成法为代表的万历新正 拯救了江河日下的大明王朝 也奠定了他独一无二的历史地位 最后 我以万历十五年龄的一句话 来表达我的这位千古一象的敬仰吧 世间已无张俱正 谢谢 刘苏彤 她讲的书很深 她那么小的一个小姑娘 然后她能去讲张俱正这个小说 我觉得挺不容易的 怎么回事 为什么忘了 脚子还太多 然后又忘掉了 我可别 平常语速特别快 像竹筒倒豆子一样 大豆小豆倒出来 然后跟张俱正一块 跟你一块折垫江山 激昂文字 分土当年明朝万户侯 但是今天她卡住了 当她原来越流畅 越速度越快的时候 卡住的时候 反而是让她最难受的时候 所以她停下来 不停地要求我能不能重来 但是我们说不行 你一定要坚持下去 她最后还是坚持 把她改的说完了 改了好多好多 结果改着改着 我就背不下来了 当时就觉得 可不可以重入 可不可以重入 觉得太丢人了 然后当时就很难过 虽然你现在很沮丧 但是我还是要跟你说 录像的时候 直播的时候 不能像这样 说我说不下去了 能不能再来 很多东西没有彩排 都是直播 人生就是这样 现在这样说可能有点大 但确实是这样 你不能往回岛 你必须要往下走 张俊正抢壳的时候 没有跟高宗说 我能不能再来一次 是吧 没有这样的机会了 就被他干掉了 他必须要战胜了 前面的障碍和敌人能走上去 才能实行他的变法 是吧 人生你是不能反悔的 你做了就是做了 你永远不可能后悔 要从来过一次 所以你只能面对 你只能把它过下去 对于他来说 我觉得今天呢 他应该是涨高了一截 你好 刘志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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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来给我们说说啊 这一般的小女孩 都看看这个后宫 甄嬛传 臣妾做不到 你为什么要看 前朝张俊正 雷臣不明白啊 这要解释一下 我这个镇本来就是 非常大气的一个人 还认了 我就不适合那种狂商 你看臣妾这样做得好不好啊 我不属于这种人 刚好我比较喜欢 读毛端文学讲的作品 就看到了有讲张俊正的 于是我拿来读 第二个原因就是 对张俊正的一个敬仰吧 他在万历朝 是一个翻手为云 覆手为雨的一个人 就像我说的一样 他的就是万历新政 是挽救了江河以下的 大明王朝 第三就是他的神秘 你说这么一位 为国尽忠 而且权力这么大的人 为什么最后 他们一家都会死得这么惨呢 所以我就想探究 这后面的历史奥秘 一开始 芷音在书架上多看了他一眼 后来就被他的人格魅力所感染 是吧 那我们再来聊一聊 这个张俊正所处的历史阶段 可以说在大明王朝 这个江河 已经腐败到 不可以的程度的时候 出了一个张俊正 那你觉得这个张俊正 是必然出现的吗 如果没有张俊正 会有李居正 王居正 六臂居正吗 我认为是会有的 为什么 因为我认为 这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吧 就像前面有于谦 在那么一个北京保卫战 毙临城下的严重时刻 他出来力挽狂澜 还有就是七级光这些名将 就是这种历史的必然 当一个朝代 需要这么一位人物的时候 他就是或许这样一个 这样类型的人物 也为历史增添了不少的色彩吧 就是说这个 时事造英雄 但是英雄也造时事 一个互相的 我们刘淑彤的语速有点快 大家系好安全带 不要着急 可以看出我们刘淑彤的特点了 刘淑彤有三宝 坏人坏语问不到 说到什么内容 都能给你对答如流 因为你的书单里边 还提到了另外一个 截然不同的人 陶渊明 一个是居庙堂之高 一个是处江湖之远 一个入室 一个出室 你为什么有这么矛盾的 是因为矛盾文学奖吗 你为什么有这么矛盾的 语速冠 好吧 矛盾文学奖可以算一个 第二就是我觉得我个人 也是一个非常矛盾的人 我觉得我个人属于一个 非常欢脱的 但是 但是四年级下学期的时候 那个 就我妈就说 你是个 你是不是个女孩子 你看你真不文静的 于是我就说 好 我要做一个文静的人 陈切诗礼了 然后 然后那学期的时候 我就下课的时候 我就自己在那翻书 然后他们就说 又是童 我们一起出气 捉迷藏吧 撇他们一眼 我要做淑女 才不跟你们这些压出气 蹦了 然后就在那 就这种感觉 然后 但是 但是其实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 说那个 我们班赵老师 他就说 三好学生 气质要好 要沉稳 要文雅 所以才会学你 于是我就一直在装 结果呢 结果那学期 我一个没有朋友 还是没有选上 装到没朋友了 对装到没朋友了 结果就到那个 五年级上学期的时候 我决定 还是做回我自己吧 然后我就跟他们一起玩 其实对这个 初识入识的问题 就是我们六年级 有一篇课文 叫山谷中的谜底 就是他告诉我们 就是要 对待事情 我们要因事之宜 要选择自己适合的 才是最好的 那么 对于这个问题 我可能会比较喜欢 陶渊明的方法 所以在你装气质的时候 你的同学们就跟你置气 然后呢 你就不再装了 不装了 也就是说 张俊正做的是大我 可能陶渊明做的是小我 你崇尚做真我 对吧 那你喜欢陶渊明 比如说你在现在这个社会当中 你想避世的话 怎么避呢 去哪找到一个世外陶渊 因为我的老家是在山东 然后 我觉得我奶奶家 那个 那个小 那个老房子 然后呢 还有院子 过得挺好的 但是 但是有一个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大家知不知道 那就是经济问题 所以呢 我决定还是 那时候好好努力 等到夕阳红了 我再回去 就是说 真正的世外 你认为真正的 世外田园的生活 是要经济基础 做保障的 对 那你打算 怎么开始 有经济基础呢 从今天开始 我们要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 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 人须努力 好吧 让刘树童同学 先到舞台下面 就当一会儿隐士 一会儿我们再继续革命 加油 好 好 刚才大家的表现 都非常的精彩 那下面呢 就到了我们今天 非常关键的时候了 就是要投出 庄严神圣的一票 给谁呢 一定要给那个 你觉得最能代表 我们这个团队 出战的那个人 下面投票开始 我把票投给了 刘冰青姐姐 因为她平时 对我们都很好 而且她发挥的很好 最原始 然后繁体的自购 带来的那种书香感觉 也能让我隔空 感受到曹雪芹的想法 我把手里的票 投给了刘冰青 我觉得她对中国的 古代的文化了解特别深 她对《红楼梦》 确实是有自己 很深的见解 我把《红楼梦》 我把筹底的票 偷给了曹一鸣 因为她稿子写得很好 演讲演书都很好 因为我们为此 付出了一场 无怨无悔的青春 我把手中的票 投给了曹贼曹一鸣 因为我觉得她有一种 求胜的欲望 并且她有实力 目前为止 刘冰青 曹一鸣 各获得两票 男分伯仲 两人中会有一位 胜出吗 还是会杀出一匹黑马 三票夺冠吗 让我们拭目以待 我刚才把手中的票 投给了距离一同学 因为我觉得 她今天的状态 非常的放松 小王子从哪来 小王子从直比一广房子 大一点的星球上来 我很喜欢她 刚才就是在屏幕上 出现她画的那个画 而且我觉得 她对这个书的理解 在她这个年龄 已经很不易 我今天把我手中的票 投给了文聚林 虽然我长得帅 但是我很低调 因为我觉得 她在台上表演的时候 主持人跳了两个非常大的问题 但是她能够对她 她能够非常幽默风趣地回答 而且回答问题 比较有深度 所以我很欣赏她 我把我手中的票 我把我手中的票 托给了曹一鸣 因为我觉得 她这个人是 有深度的一个人 有深度 而且有广度 她可以开朗 活泼地向大家介绍一本书 也可以很有深度地 思考一些问题 所以说我把我手中的票 投给了她 曹一鸣 搬票 最后代表我们 出战总决赛的是 曹一鸣 我祝曹一鸣 能够夺得全国总冠军 得到一个最大的奖杯 我相信你会成功 从我们少年的身上 在他们读书的过程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 中华传统美德的传承 我们也希望这样的少年 越来越多 读好书 做足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